今天,好像就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多美汽車節 2024多美汽車節 找一下那個資料 2024多美汽車節台北美麗華廠 的會廠限定款 然後這一次 那個台灣特駐 那應該算台灣特駐車啊 所謂的那個春水堂的那一款 現場可以購買 售價是799 但是你必須在現場用那個 呃 突然間忘記說我講 呃,現場一個人可以買3台 然後 必須等到10月的時候 再到現場 美麗華現場再重新去現場取貨 這裡比較麻煩 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然後多美汽車節的活動是到 8月6號 下 下一週 日 對 是週日 欸週二啊 週二說錯 8月6號週二 然後現場的話 他們那個多美汽車節 現場的話活動 其實還蠻多的啊 滿5000的禮應該差不多送完了吧 然後滿3000跟 有滿3000的禮跟那個所謂的2000跟 888的禮啊 大家可以稍微留一些 留意一下現場的滿額禮再去做一些評斷 那本人介紹的是幾款本人之前沒有拿到過的會場限定款啊 其他之前有介紹過的本人就沒有另外拿了 那就一個一個介紹啊 總共介紹 剛好10款啊 第一個這個是32號 這一個是 那個會場限定款編號32號的 Mazda RX7VF啊 盒子這樣子 那就直接不廢話 差點東西給大家看啊 是一個 金 不是金色 銀 香檳綠的一個 跑車造型 還蠻好看的 正面這樣子 然後兩個車燈很可惜啊 它是用塗裝的啊 並不是用另外的零件做 做那個 做呈現 底部這樣子 1999年的車底啊 車子是有懸吊系統的 然後另外兩個車門是可以打開的 打開車門後可以看到裡面啊 裡面那個所謂的 駕駛座跟台灣不一樣 它是偏右的啊 差不多這樣 側面這樣 後面這樣 後面車燈的部分 這應該是加油孔啊 上面 側面 這邊 這是 編號32 編號32號的 Mazda RX7V啊 有興趣 F啊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現場購買 然後再來是28號 然後再來是28號 28號這一款則是 Vladutour likon S4 盒子 痾 上屏的啊 它這應該算是 橘色吧 側面看樣子 上面看樣子 2個車燈 2個車燈 2個車燈比較 2個車燈還不錯啊 2個車燈是 SUBмеRTizą 2個車燈是用另外0件做呈現的 所以看到這兩個車燈是另外的透明凝架 後面只是塗裝印製的 然後這邊有那個SUBARU的標誌 車頭注意看這邊也有 側面這樣子 底部這樣子 這是2020年的車底 後面 側面 然後這是膠孔 然後可以看到裡面駕駛座裡面跟 台灣不一樣 它是屬於右駕駛的 這裡 這邊 車子有懸吊系統 他們現場其實 如果你有去美麗華購買東西 你知道購買任何東西的發票 它是可以在美麗華現場 免費停車三個小時 這點還不錯 可是他們現場的那個所謂的 滿了禮的 他們現場每一天都有發放 一定數額的那個 會場限定款的那個 配送的那個 配送的那個叫什麼 配送的那個購買資格的那個號碼牌啊 所以如果要去買的人 如果你提早到 他們現場是會有那個號碼牌可以領的 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然後在這一款編號 這一款編號01的 MAZDA ROAST ROAST 編號01啊 側面這樣子 是一個黃色 有點像雞蛋黃 然後這邊MAZDA標誌非常明顯啊 這裡 側面 然後注意看 敞篷的部分 是可以拆下來的 它是雙門跑車啊 敞篷跑車的雙門款 然後這個敞篷的部分 是可以拆下來的 那也可以裝回去啊 兩個車燈很可惜啊 後面不管前面或後面 它車燈都是用塗裝的啊 側面 後面 這邊有膠孔 側面 車底這樣子啊 2015年的車底 這款 這款 算是 滿可愛的一款 然後編號再來是 編號20號這 這一款 這款不是編號20號 編號22號 編號20號這一款是 豐田汽車啊 豐田R R RAV RAV4啊 這個 算是小 算是 吉普車嗎 然後是 我們講的 Toyota 正面這樣 Toyota RAV4 RAV4啊 側面這樣子 然後車款是 藍色款 正面這樣 那個Toyota的標誌非常大 兩個車燈 注意看是用另外零件做成型啊 這點還不錯 後面這樣子 後車門 後車箱門 是可以打開的 這可以打開 側面 膠孔 底部這樣子啊 這是 沒有講 2019年車底 側面 正面 上面 這邊一樣有Toyota的標誌 R RAV4啊 正面 轉圈 這是編號22號 然後是編號3號的 編號3號 編號3號 這個是會場新訂款的 TOMICA的 呃 這 貨 貨車 卡車啊 最大特色就是這個車斗裡面 有那個TOMICA的那個 小人的標誌啊 我還蠻喜歡這個小人 小人 側面 正面 正面 轉一圈 車斗可以掀起來 然後掀起來 它是可以有點 有一個卡榫卡住的 然後 這個 這邊好像是 後面的那個 貨斗的那個 後面的這邊 是可以掀起來的 所以它是可以放東西啊 但說真的我不會拿東西放 因為我怕裡面傷到那個貼紙啊 掀起來 它是那個 一壓的感覺是可以扣住的 車子沒有懸吊系統啊 基本上卡車不會有懸吊系統啊 合起來 打開 然後這邊可以放東西啊 這是 編號 三號的 TOMICA汽車的 會場限定的 卡車 然後再來是 編號 二號 這是 SUBARU FORST TOMICA TOMICA 編號二號的 SUBARU汽車的 SUBARU FORST 然後是藍色款 深藍款 車 兩個車燈 很可惜啊 兩個車燈 它是用塗裝的啊 並不是用硬 它兩個車燈都是用塗裝的 並不是用另外零件做程式啊 側面這樣子 上面這樣子 後面這樣 前面車頭上 然後那個SUBARU 不是 SUBARU 那個SUBARU的標誌在這裡 上面 然後這裡 2018的車底 這是編號二號的 然後再來是 編號二十九號的 標號二十九號 這是 TOMICA汽車的那個 TOYOTA的 豐田日本計程車啊 然後是 算是 這應該算是特別款啊 側面這樣 上面這樣 車頭這邊有那個 TESSE的那個 標誌啊 車燈都是用硬製的啊 有點可惜 上面 上面 然後是屬於 右駕 上面看這樣 正面 底部這樣子啊 2018的車底啊 側面 轉一圈 通常有那個 TOMICA的 縮型 側面 車子 是有懸吊系統的 這是編號二十九號的 TOYOTA的日本計程車 然後再來是 編號 八號 欸不是 這是六號 編號這一款是櫻花 Nissan 日常汽車的 SAKURA 然後側面直接幫你塗 塗櫻花塗裝 這點還蠻可愛的 側面這樣子 前面車頭這樣子 然後注意看這個整個 前面這個 這個算是 車頭的部分 它這個車頭的部分 這整個零件是一個 另外的零件去做呈現 這點還不錯 側面這樣子 後面這樣 這應該交口 後面 上面 安全 然後車底這樣啊 2022的車底啊 車子 是有懸吊系統的 車頭 車頭這個設計我覺得還不錯 這是 日產汽車 SAKURA 然後編號 再來是編號五號的 編號五號這一個是 本田計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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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y Honda Stay 側面這樣子 這應該算是 這應該算是 房車了吧 你看到裡面 除了前面有架子 後面還有兩個架子 那個 座椅的圖案啊 所以算是六人座 側面這樣子 它要把裡面的輪胎做出來 正面這樣子 然後兩個車燈 是另外做零件做呈現的 兩個車頭的車燈 是用另外零件做呈現的 這點還不錯啊 後面這樣 側面 上面 車子 是有懸吊系統的 正面 交口 後面 轉一圈 底部 2022的車底 然後再來是 19號 這是 藍色款的 藍寶傑尼啊 感覺每年會場建立款 常常出現藍寶傑尼 顏色已經 我已經搞到已經 我已經說真的 不知道在哪一台是哪一台 藍色款這樣子 上面這樣子 後引擎式 前面車頭這樣子 兩個車都很可惜啊 它 並不是用另外零件做呈現啊 而是直接 算是塗裝而已啊 這邊有個19號標誌 後面這樣子 上面 側面 轉一圈 底部這樣子啊 這是 2017的車底 後面 側面 轉一圈 有興趣的朋友 考慮啊 19號的 然後再 最後一個就是 編號4號的那個 豐田的那個 漢堡運輸車啊 我個人非常喜歡這一款啊 可惜它如果漢堡 如果做成藍色 我覺得更好笑 但它沒有啊 這個 會場限定款 一個人人頭 就是限購五台啊 它如果把漢堡做成藍色 我覺得很好笑 但可惜沒有啊 側面這樣子 然後它運輸一個超巨型漢堡啊 算是實物運輸車啊 前面車頭就沒有什麼塗裝啊 主要塗裝就是 側面這邊 然後跟這邊有硬塗裝而已啊 後面這裡 後面整個漢堡是拆不下來的 但注意看兩個車燈的部分 兩個車頭的 車燈的部分 它是用另外的零件做呈現啊 所以兩個車燈是還蠻好看的 就是用另外的零件做呈現 然後駕駛座部分 可以看到裡面的內部啊 可以看到它跟台灣不一樣啊 它屬於右駕駛啊 側面這樣 後面這樣 上面 轉回去啊 這是本人在線 它車子就沒有懸吊系統啊 編號4的這台 和保運輸車是沒有編號系 呃 沒有 懸吊系統的啊 那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購買啊 會場限定款 基本上這種 會場限定款的都是250 另外其他那種台灣特殊車 現場也都還有貨 那比較特別一點就是那個 所謂的珍珠的那一個 春水堂那一款 春水堂那一款是799 它是除了春水堂的車款以外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春水堂的車款以外另外還有 一個場景組啊 大家可以稍微留一下 那今天影片介紹這裡啊